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名词解释 在八字里面很多人 都有这种名词的迷思 例如女生一看到三观 我的婚姻不好 是不是三观所影响的 看到劫财 我的财运不好 是不是 劫财所产生的 看到七煞 我会有这么多官非是非 是不是因为有七煞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 很多人都犯了名词解释 然而 很多情况其实跟这一些 名词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你记得一件事 所有的十神都有好 有坏 并不是他名字叫七煞 永远只有坏没有好 都一样有好有坏 也不会因为他叫正观 他就只有好没有坏 请你记得 只要排列正确 他就是好的 只要排列不正确 他就是坏的 所以五行派跟你讲 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他就是在讲 排列正确 运程 就会OK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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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